Day 3 今天我们准备去划雪 但是在reception的时候 让他们帮我们问了一下 今天的雪已经化完了 只有沙子 所以我们就取消了计划 然后现在在hostel对面的山地 走一下看一下就准备开车 5个小时130英里回Newcastle 这里养了很多绵羊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防止羊走出来的 然后我们可以走 Let's go Oh yeah 发现了一条非常好的徒步线路 这次可以来苏格兰高地徒步线路 Ben Navis Mountain Track 拿手拿手 拿手 拿手 你跟杨叫净啥呢 Hello what's up How are you guys doing there 好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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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到达爱丁堡的海边了 非常惬意的海浪声 有很多当地人带着狗狗在海滩边玩的很舒服 有时候真的想当这里的一只狗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拿下来 好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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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再带一个罐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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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 你捡个带给谁啊 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好 正在准备回爱丁堡的路上 然后所以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正好算一下整体的一个预算 首先呢 如果你不会向到景区里面一些私人的一些服务的话 都是for free 就是全部免费 不需要像国内一样各种什么教堂门票什么的 不会 第二个跟国内不一样 就是高速公路是完全不需要收费的 这个时候呢 比国内自驾游的便宜地方就出来了 就会便宜很多很多很多 我们住的住了两晚上 第一天是在格拉斯哥 在格拉斯哥 就是说如果说大家都是男孩子可以住那种 三人拼的那种相当一般的那种酒店 青年旅社 青年旅社 都大概只要40多磅 4050磅 但是如果大家带着女朋友这种出来 稍微档次要高点了嘛 70多磅一天 但我们这次是先做45磅 然后第二天呢 因为在苏格兰那边高地气候啊 包括海拔肯的问题相对来说都会贵一点 但是啊高地那边一些雪山旁边的青年旅社 价格虽然高但是它的环境设施啊 还是各种方面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也只要75磅 所以整体下来我们这次的住宿吧 是花了大概120磅左右的这个价格 三个人 三个人120磅左右的价格 然后下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大腿 花的最多的就是行车费这个费用 首先呢如果大家是小于25岁 有一个young drivers fee young drivers fee每天30磅 我们三天的话就花了90磅 这个钱很贵 但是你不得不付 第二个就是它每天规定里程不同车 它的一个要求里程是不一样的 我们每天给的是193 193英里 英里大家去换算公里数 换成193英里 超过193英里每天 每英里是0.18磅 每英里0.18磅超出这个预算额 去给你加钱 所以整下来我们三天最后的租车的费用 大概180磅 平均一天60磅 60磅人民币的话500多块钱 下面呢就是你开车吧你要加酒 油钱的话 英国的油价会普遍比中国要高一点 大概11点几人民币 大概是像我们这种1.4排量的车 花满油箱大概要50磅加满 我们大概往返的油费也就100磅不到 100磅不到 还是相对来说也是油费相当会贵一点 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会有吃饭的费用 因为我们吃的就吃了一次吃了一次那个稍微正餐高级也 比方都是像麦当劳啊或者是到Greeks里面或者是Tesco一些超市里面买一些面包啊或者汉堡薯条就这样解决了 所以我们吃饭平均平均下来三天每个人50磅 所以如果像大家男孩子过得糙一点就是出来记录生活旅行的话 可以把住宿费用和饮食费用押到最低 对就是我们基本上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最低的这样一个出行的一个费用 我觉得我们应该挺适合的 对对对对对吧 然后我们也没买什么纪念品 所以就买了甜品一箱天 对对对 然后到这里基本上我们整个行程花下来平均一个人 130多磅 130多磅一个人 就大概折人民1000块钱吧 1000块钱 而且自驾游的最好的地方 我觉得自驾游最好的地方就是你想停哪儿不可以停 然后一楼像景色啊 还有不管你坐车开车也好 然后深切进入到这种文化这种英国的这种感觉里面去感受一下在异国自驾游的感觉 就完全不一样 你跟团绝对体验不到的 我的感觉就是首先自驾游跟Brand说的一样 就是心情就会很好 这是一点 因为我们年轻人都不太喜欢被约束 对吧 特别是90 特别是90后的我们这一辈 然后大家可以下车聊聊什么 主要我还有一点就是 下车我们可以休息休息啊什么的 如果你长途旅行的话 会真的挺累的一直做骑车 可以去开到一些便宜地方去感受一下他们 比山寂一点吧 如果是大巴的话 他们可能会因为安全啊 或者是其他下方的原因 他们可能会离境点会比较远 对对对对 如果这方面会容易 对对对对对 苏格兰高地这边的路不是很好开 大巴因为车体的载重啊 包括大小问题 不太方便 然后还有温度什么的 所以大部分都是以自驾行事 竟然过来旅游 所以而且特别是在这种季节啊 非常适合去参观啊 这些自然地貌 所以我如果大家在英国哪边 或者从国内过来 其实是很多能让大家忽视的很多景点 类似于像尼斯湖啊 东东岛啊这种地方 都是也是我们没有去到的 因为时间比较短 我们要回去上课 所以也是挺可惜的 然后季节呢 我建议就建议冬天来 冬天可以滑雪 滑完雪以后去尼斯湖 看一下那边有很多好莱坞电影的去景地 然后时间充足的话 可以去一趟天空岛 然后那边威廉堡有很棒的徒步线路 一路上也有很多 而且就算你带父母来的话 在英国租车也很方便 下一个租车软件 到哪儿都可以提车还车 然后你的驾照的话 就直接在国法翻译 10块钱人民币 让他盖给你一个章 翻译的公章 然后过来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中国的驾照 如果大家想要租一些酒店 我推荐给大家一个 它叫手机APP 它叫booking B-O-O-K-I-N-G 就是预定的意思 给大家一个叫做Hustle World 全世界的轻驴都可以在那个上面找到 所以 从这两个地方 就大家如果想定一下好一点 就可以在booking上面 然后像如果想定轻驴 剩下预算的话 可以到Hustle World 要是学生党来英国玩的话 推荐就住Hustle 爱父母来玩的话 但是外衣有些学生党很有钱 他们想都稍费怎么办 他们就可以用它 如果大家手头预算比较充裕 不像我们这种穷屌 那就租辆好车 对吧 什么宝马奔驰 这都不算好车了 再好点也有 对不对 Lamborghini Lamborghini 这个夸张了 就Lamborghini Mercy 哈哈哈哈 我们的午饭 我咋了 你告诉我一下 这是什么 没有豆子 这个是 什么都有 这感觉是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 你知道还有一些鸡肉 凉的吗 哇 这烧子 尝死 哎呀 shit 这是什么 肉 这是意大利面 冷的吗 嗯 好吃吗 还行 还行 不能吃 问他 不是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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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Infinity 苏格蘭高地之旅在這裡就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可以在底下進行點贊或者評論 或者在我們底下公布的微信公眾號 及youtube頻道 及與我們相應的回覆 我們會及時採納大家的意見 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議 不要猶豫私信我們 拜 1樓下的扶子 2樓下的扶子 1樓下的扶子 然後你到底在40 4-0 4-0 Wha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man?